今天的說明會是由副校長跟我來為大家做介紹 那今天大家其實最關心的是兩個學校我們要合校 合校之後我們是叫做什麼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到 還是叫實際大學 所以我們心已經安心非常大了 還是叫實際大學 那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合校的方向 就是要做資源整合 有序發展 然後攜手置業共創希望 在進行今天的報告之前 我必須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 在最近的這半年 我們在跟其他的置業體 甚至基金會在申請一些經費 或者是說預算的分配上面 我們必須要再做到說 跟四大事業更做緊密的結合 也就是說未來慈善 教育人文他要做哪方面的發展 我們實際大學可以擔任他的智囊團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在未來的發展方面 我們可以幫他們做什麼事 這樣我們在申請經費上會更加的順利 而且也真的能夠發揮更大的效力 好 那現在我們先來看看我們合校的背景 當然要介紹教育職業 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當然是慈濟科技大學 因為是我們慈濟教育職業 第一所成立的學校 他前程是慈濟霧傳 大家也不陌生就在我們的鄰居 在人生院教育旁邊 1989年創立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 他是為了要照顧原住民就業 就醫 就學的問題 培養護理人員 那發學的特色 環境原鄉 照顧偏向 而且聚焦在長照 臨床的實習 推動三創重視研發 環境保護生態守護 這些 那當然 我們學校 就是我們提升動物的醫學水準 以社會培育優秀 依附人才 增進全力福祉 我們各校文件都全數通過 而且症狀呢 通過率優於全國 模擬醫學全球首創 社會包含科文實踐 這是我們 最以你為傲 最以你為榮的 辦學的特色 這也是我們全體教職員 一起努力 一起守護的成果 那 現在接下來呢 我們即將面臨的 就是一個教育的大環境 我們就在這個環境裡頭 我們絕對不能像灰水煮青蛙一樣 都完全外面 都這個溫度一直提升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意義 或是思考 我們必須要很敏銳的 把我們的觸角給張開 然後跟著整個職業群的脈動 整個社會的脈動 整個教育職業的脈動 我們去思考 那第一點呢 是國內的高校環境的變化 在2015年的高等教育創新轉型 方案裡面強調 高等教育的資源 必須重新規劃整個 整個規劃 朝大專業校多元發展的經營形態 那這裡面高階人才的躍升 甚至於也考慮到 教育會考慮到退場學校的輔導 當然有些學校 學校的典範要重新的塑造 而且努力大學跟大學之間的合作 以及合併 那在我們兩個學校進行合併之前 已經有好多的大學都已經合併成功了 有這個基石師跟高教師的學校合作 那他也有醫學院 醫學院校為主的 跟一般的國立大學也合校了 那我們雖然都是教育職業的兩個學校 大家互資互信互愛互妙 進行合作與合併 這一點接下來第二點 第三點是 我們擔任教職人員比較擔心的 也比較緊張的一個因素 像這邊就是大學一年級 學生的評測的預測 那這個 中間這一條線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110學年度的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在 117年 這一年呢 是一個最下面的 就是簡直一直都是一直往下 那也是最平定 那我們預估到117年 這段期間以內 平均我們每一年會減 6.6千個學生的員工 這是大醫生 這是大醫生 那一年6.6可能還好 但是連續6年呢 快有4萬個學生了 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凝聚公司 怎麼合合互寫 就都靠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來度過難關 一個人可能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遠 而且可以走得久 第三點是所有的大學的學生人數的預測 進來的人 進來的人剛剛有看到 大醫 那些是所有的學生的走得 因為進來的人少 畢業的人多 那未來16年 平均每年 年間1.1萬人 當然中間是五下的基準線 我記得 我剛來到這個學校 我們在做核心公司營的時候 我就聽當時的教務長達工 在講這些數據 我當時其實是 喔 馬上會緊張到睡不著覺 而且真的是壓力很大 那我相信這個圖 修出來不是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已經面臨到這個狀況 那當年10年前 是在左邊比較高的地方 現在狀況真的來了 我們必須要一起來共同面對 還好 我們有加入職業 還好我們有四大職業 那第四點呢 是我們兩校的薪費 收入的貸款 那我們就取這個最多的這五個 四個項目 那當然是基金會的捐贈 有七億兩千一百三十一萬 還有產學合作 當然產學合作 也包含我們跟醫療之業 慈善之業 人文之業 大致上大部分也是 從四大職業過來 那產學合作有五億九千七百六十八萬 佔了四分之一 那我們靠學生的學長費 只有百分之二十三 五億五千六百七十四萬 一所還能夠支撐的實力大學 學生總的七千個人以上 才算比較令人恆行一點 那我們目前跟科大的學生員 如果合併起來 正好勉強可以支撐 但是我們必須要更努力 當然我們希望學生能夠更多大力越好 那如果我們是只挑政府的補助 那是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六 三億五千七百八十四萬 這是我們兩個學校經費的收入的概況 那其實這個數據沒有太大的變動 我記得大概十年前聽到我們一些狀況 也大概是這個數據 那在這個數據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怎麼去做躍身 我們是要改變自己大學的體質 改變吸索的體質 改變行政的體質 我相信我們是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人只有在遇到便利的時候 才能夠體會到自己跟同伴夥伴們的偉大 大家怎麼去突破這個難關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一定會一起吸索突破 第五點 兩校的經費的支出剛剛是收入支出 我們舉比較大的無比 當然人事費是我們最大的支出 佔了百分之四十億 十億五千九百一十二萬 業務費三億 期前兩百六十十萬 佔了百分之十五 還有拯救攤體 還有獎助學金 還有程序合作等等 那兩校整合 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朝著 院校堅持 職業結合 職業結合也就是說 我們未來的發展 對我們有最大的利益 也就是其他的大學 他做不到的地方 也是我們實際 世界我們有四大職業 這四大職業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在教育職業裡頭 我們不但可以跟教育職業裡頭的其他的教育職業 單位做合作之外 我們還可以跟其他的三個職業 醫療、教育、人文還有慈善 那這三個職業我們要怎麼去做更緊密的結合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了解其他 慈善、醫療、還有人文職業 他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他未來要往哪個方向去走 而在這個最重要的方向 我們慈善大學可以培養我們優秀的畢業生 能夠為我們其他三個職業添入更好的 更多的、更優質的、更專業的人才 甚至於提供我們的研究 讓他們能夠做慈善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慈善做他們的研究到底 慈善的力量有多大 我們進行專業的學術研究 這才是一個可以雙贏的一個局面 而且我們也可以確保未來的這個發展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月耀生 其實在很多的大學 尤其是私立大學 因為我是學人文類科的 人文類科的私立大學 尤其是中尾系的 其實很多老學們都很大 哇少子的話 其實第一個衝擊就是沒有症狀的學術 但是呢 他們其實都很羨慕我們私立大學 因為我們好像背後有個四大職業 那職業體 它需要什麼樣子的人才 它需要什麼樣子的一個需求 我相信我們去多認識、多了解 如果我們可以為這個三個 其他三個職業 甚至用自己教育職業 做服務、做貢獻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利多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提升 細所整合 國際教育 因為這個在我們學校裡 大概最近這五年八年 一直在推 我們要開始向國際不愛招生 那五年八年之後 現在 我們國際學生 也佔了學校的十分之一 尤其是 你到醫科所 有很多都是國際學生 到人生院 也開始有國際學生還蠻多的 那 我們還有沒有辦法再找到更多的國際學生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要怎麼讓海外的同學 或是職業體 他們的公費生 一定把公費生提供過來 我們這個地方 職業發展 永遠對人才是有需求的 職業發展 對人才總是有需求的 而我們剛好可以提供 這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 因為我們是慈濟 教育職業的最高學服 還有多元共好 當然我們要 合校之後當然是 要找一個典範大學 來向前邁進 那第二點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合併的工作的推動 以及規劃的內容 在今天 跟各位司長同仁 報告說明會的這個時候 其實在先前我們已經 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這個我們有 開始辦了一些公司 討論會 還有 在 今年的 年初 我們 有九次的協調會議 也辦了十次的 大學合併工作委員會 還都是在我們的教育職業 防止行長的帶領之下 兩個學校 主管們 大家一起來思考一下 未來 我們的大學 要如何去做整病 要怎麼發揮一加一 大於二 要怎麼讓我們自己的學校 我們自己的學校 讓它更好 讓它更有理想 而且是 未來 可能在十年 再給我們二十年 我們 要發展成 怎麼樣子的名校 其實就是在現在的這個 解骨眼 那在這邊 要非常感恩 執行長 還有教育職辦 還有兩校校長 還有市長同仁們 因為我們經過 無數次的 相對溝通 與協調 那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秉持著 如何讓整個學校更美好 如何保障各位同仁的福利 以及如何讓我們的學術 更具優勢 向前邁進 因為我們要面臨的 是一個 曹子報的 大陸大陸 好 那 在 兩個學校 合併的工作委員會裡頭 我們設置 兩校各自 的這個 校務規模也都通過 那任務呢是 決定兩校合併的作業方式 第二點 決定 合併的作業的程序 那也 第三點 也研定了 合併計畫書 第四 其他有關合併的作業的相關事項 那 在我們實際大學 在今年的 6月9號 第110次的 校務會議 通過 那 科大呢是在5月18號 他們的其中 校務會議通過 那一切都是按照 原本的規劃來進行 召集人是我們的 教育事業的執行長 也是我們的學校長 黃偉榮執行長 那 所有的 兩校的 主管們 我們分為 兩個區塊 當然 由兩校的校長 引軍 那 在教學研究方面呢 我們是 教學研究組的 小組招勤人 在大學這邊 很感恩我們 原副校長 來擔任 那 課大這邊是 呃 成教務長 那 另外一組 就是行政事務組 行政事務組 這邊小組招勤人 就是由兩個學校的 組密 來擔任 那當然在過程當中 你們遇到 相關的問題 我們都會 帶課子 帶回來 跟相關的 組裡頭的 單位 來做協調 來做思考 來做討論 好 那在教學研究組這邊 教務 研發 還有院系中心 學務 還有國際 這邊是跟 教學研究是 最有相關的 那行政事務這邊呢 就 人士 會計 總務 圖書跟電手 那 預計呢 我們是在 112學年度 正式合併 現在我們是 110學年度的 這個 第一個 學習的 期末 那現在呢 這邊是我們的 規劃工作的 期程 那剛剛有講到 我們從2、3月 就其實開始在 在開籌備會 那比較明顯的就是 在5月份的時候 開始 生意合併工作委員會 那5、6月這個期間呢 委員會辦 訪送兩校的 下個會議通 或比是剛剛 在簡報 跟大家報告的 7到11月 我們很 這個在職辦的指導之下 我們很盡力的完成了 合併的計畫書 當然這個計畫書呢 還是有時間在 在進行一些整修 但是出稿已經完成了 11到12月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辦理各校辦理說明會 柯大他也是在辦理說明會的 這個階段 那12月到1月呢 我們 我們的合併計畫書會送兩校的小回憶 來通過 到了明年 2到4月過程當中 我們的計畫書會送董事會通過 董事會通過之後 我們就報告了 那報告完之後 就今後加音 那通過之後呢 在112年的1月 我們開始 進行新任校長的領選作業 112年的8月 正式合併 新任校長開始上任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新任校長 這任非常重大 因為兩個學校 那一年內 要完成修訂組織的一個規程 好 那這個是我們 過去的努力 最近這大概半年的努力 那一直到未來 我們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那未來的這半年 我也要繼續努力 大家去思考一下 合併之後的校民 這也是剛剛一開始跟大家 高高的 還是叫做刺激大學 這個還是叫TCU 這一點是讓我們比較安慰 也覺得很驕傲的地方 還是TCU大學 而且校本部還是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而且我們就多了一個 叫建國小區 建國小區 所以我們借人校區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文社會教育學院 我們會來 等一下會幫我們 多一個建國小區 這樣 好 好 那我們的願景呢 當然 還是不便 因為我們叫刺激大學 所以刺激人文 以學術專業會成的 疊班大學 那接下來呢 是關於我們的發展目標 還有西所的這一個 一個介紹 那我們 恭喜我們葉副校長 來為大家 來做說明 我們各位老師還有同學大家好 那因為我在 在兩校合併的協調過程 主要是我們的學院系所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跟 就是也很 應該講說 跟各個學院 其實跟老師學系之前 其實就是陸陸續續的在溝通 那我想 系所的老師跟學院的 各個學院其實都很幫忙 那大家其實目前 就是有一個大家的一些共識 一些共識 那基本上在協調的基調 一開始我們就是 王執行長他其實有一個基調 就是說希望不要影響到太大 目前的兩個學校的系所的運作 跟學院的整個發展 所以在這個基調下面 當然我們在合併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新的系所 或者是有些想要去做的事 所以這一併會開始呈現在這個 兩校合併之後的一個新的系所的部分 那 因為有很多的事件其實都是延續 而且時間軸一直在走 所以比如說 好了我們 目前 十大正在 將要申請一個智慧學院 可是智慧學院 目前沒有看到在這裡 原因是因為它其實是兩個時間軸 我剛好都在走 那大家可以想到如果申請通過 那自然而然在兩校合併的時候 就會在我們的組織圖裡面 所以有一些還沒有通過的 可能暫時沒有在上面 可是其實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七個學院是 從二月到現在大家 各個院目前協調出來 目前比較大的共識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不是不能再調整 其實是可以調整 這個只是說 我們未來提出的一個大的方向 那以 醫學院來講的話 當然每一個學院都有願景跟特色 那醫學院的願景跟特色 跟現在我們十大醫學院的 其實是比較相近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不再 除非比較新的學院我會再說明 那其他的話 我想主要還是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醫學院的規劃 那其實大部分的科系都是類似 那唯一比較特別的就是 原來在慈濟科技大學的醫學 影像劑放射科學系 會納入這個醫學院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它的屬性的關係 所以目前是在醫學院裡面 其他的話 包括像現在正在進行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正在 接下來要升 今年要申請的碩士班 包括學獸中學碩士班 還有兩個 要選 臨床要學系跟亞醫學系 我們在當時的規劃 就已經直接規劃進來了 那也現在也在進行 現在也在進行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基本上來講 變動比較小 所以醫學院在協調的過程 當中感謝院長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多的不同的意見 好 那但是這邊我們就出現了 有兩個入學管道 我們其實未來 實際大學會屬於高教師 屬於高教師 但是入學管道是 有技職管道跟一般我們大學的入學管道 是入學管道不一樣 所以未來進來的班別是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是屬於高教師的管轄了 那另外一個這個算是在 在實大原來沒有 現在要成立的護理學院 那因此科大它其實有護理學院 所以基本上護理學院的整個 未來的發展大概就是以護理跟長照兩個主軸在走 那未來 那未來 比較護理學院比較 跟其他學院比較大 不一樣就是它的學制 就是入學管道比較多元 因為它有 我們可以看到護理系 未來 未來護理系就會有 大學、四季、五專、二季跟進修部 還有說師班、國師班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多元 入學管道的一個學院 那目前的規劃可以看到 包括像未來 我們這個護理系的碩士 在此專方其實已經 申請通過在招生了 那護理學系的博士班 是未來要申請的 那而技職管道進來的 包括長期照護系跟 長期照護研究所 那現在目前科大已經有研究所 基本上合併以後這個研究所都在 那科大要申請長期照護學系 還有目前有長期照護科 是他們的外籍學生的專班 也是技職管道 所以目前比較大部一樣 就是以前我們都是 主要是大學入學的管道 那現在合併以後 我們會有新的 就是其他跟原來在科技大學的 這個入學管道 所以未來這個可能 教務工作會變得非常的 更多元 更多元 那新成立的學院是 生物醫學暨創新科技學院 那這個學院主要是 培養具備實際人文精神跟創新科技能力的 生物醫學生醫工程 智慧科技及環境永續相關科技人才的創新研發行學院 它是以研發為主的學院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要 守護全化為醫療健康跟環境永續的標竿 那所以我們這個學院規劃特色是 建立國際性醫流的研究實驗室跟研發中心 培育兼具實際人文跟創新科學知識的理論 才能的學生 那還有教學結合理論食物操作 推動食物導向的跨領域學習方式 發展去創新 去前章性特色研究連結基礎研究 發展跟產業的應用 所以這個是定位成叫研發型的學院 那目前有協調過 可能未來會在這個學院的科系 包括醫學資訊學系 還有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那這個是生命科學系更名的 那現在生命科學系更名的 這個也會在今年度會報提請教育部申請 他們現在是現在進行式 那我們現在也在申請 因為當時提出來的話 可能名字上面有點不一樣 我們現在也在申請防災永續碩士學位學程 那醫院也是在申請中 那未來這個學程 它一開始規劃是在這裡 不過我們未來有一個智慧學院 所以有一些可能也會 對如果智慧學院或教育部通過以後 那可能可能會做一些不同的調整 當然會尊重這個未來的這個系所的規劃 還有我們要申請農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這個是大學入學的管大 那這個部分是現在目前規劃 那因為它是以研發為導向的一個學院 所以下面我們有設了四個中心 研究中心就是AI跟大數據研究中心 黃建永續研究中心 中朝研究中心跟素質健康科技中心 那其中AI跟大數據研究中心 如果智慧學院成立以後 可能會到智慧學院去 會以智慧學院納入這個中心為主 不過目前就是我們要申請 要進代教育部 看能不能同意這樣子 那其實大的方向是這樣 未來還是可以再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那接下來是人文社會暨教育學院 那這個是等於是我們原來的 教育傳播學院的教育 跟人文社會學院結合 那主要還是 願景還是以人文精神的社會實踐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教育服務 所以結合人文社會跟教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規劃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原來的大學 實際大學跟我們社會學院跟教育 跟教育相關的學系的合作 就是那唯一比較大的 唯一有改變的就是一個更名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看以後戲所的 有沒有正式提出 比如說兒童與家庭教育學系 那原來叫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那這個部分的話 雖然我們寫在上面 就算我們通過合併 但是它很多的更名化 其實都是還是要依照目前的規定 來通過學校的所有的規定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只有一個實際學教學研究中心 是新社 其他都是維持 那新的一個學院是管理學院 那這個學院的話是 因為現在科大有管理學院 所以是以科大的科系為主 那他們這個是他們提出來的 這是原來科大他們的這個管理學院的願景 那就是主要是人文素養 國際移動力 健康資訊科技 經營管理跨越人產 那希望可以打造 橫向跨越中向深度的專業經濟 培植國際化管理人產 那目前的科系就是 他們的經營管理系 他們現在叫做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那他們現在正在提更名 叫做經營管理系 那也同時要申請碩士班 那還有他們有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 還碩士班 那醫務系健康管理學系 目前他們只有大學部的學制 所以他們要申請深色研究所 碩士班 那中間有兩個中心 一個是長照經營管理中心 一個是健康樂果中心 那所以這個是管理學院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國際際傳播學院 本來我們實際大學 叫國際際跨領域學院 那我們就把這個傳播學院 跟這個國際學院 有點merge 我們變成一個國際際傳播學院 那當然是希望能夠培育學生成為 國際移動傳播及跨領域能力的人才 那最重要的是可以成為全球 池上志工大學跟大名工海交易中心 那這個部分的話 包括提升國際移動語文能力 跨領域學習能力跟領導力 還有課程數位線上化 建立國際性專業志工大學 因為未來要跟不同國家對接 所以我們有開始有規劃線上課程的一些安排 那目前的科系大部分還是以我們 十大的原來的國際際跨領域學院的科系 以及傳播系為主 我們就是傳播學系 還有英美語學系 我們現在今年就是要提出更名為 賴國語語學系 還有原來的國際服務產業 以及國際數位媒體科技學士學位學成 那我們要增設運用華語學士學位學成 來增加這個未來華語教學 或是華語人才的培養 那還有我們現在的外語教學中心 華語教學中心跟媒體製作技教學中心 那這個是跟十大目前的規劃是接近的 所以當初在協調學院的時候 其實就是目前的話大家的共識是 都還算老師都還願意支持 原因就是因為它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動 那比較不一樣的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國雅天空學院 那這個是培育能面對未來挑戰 落實祥和社會美好生活 兼具數位學習力跟國際服務力中生學習人才 那主要是發展創新整合數位學習 國際服務學習能力跟培養中生學習的DNA 強化在地人節 做中學習術在地解決問題 落實地方提問跟十大解決 那這個翻起來就是主要的主體 就是以我們的通識教育中心 跟體育教育中心為主 那未來通識教育中心會很龐大 因為十幾根基大學是叫做全能教育中心 他們裡面有非常多的老師 那我們為了這個通識中心的整合 我們還特別開了一個整合協調會議 兩邊的我們的同識相關 因為他們的就是 十多大還有一些課程是給武專部 武專部的同學是算屬於 他算國中生嗎? 高中 高中講錯,對不起 高 等於是高一 高一的學生 所以他們的學習的包括內容或這個部分 其實是有點不一樣 那教育部也有針對這個方面特別去做規定 也就是說他們的通識課程可能有些部分跟我們不是很像的 跟大學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經過了一個協調的過程 所以目前大家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共識 那 還有數位學習中心 跟國際教育中心 那這個伯雅天空學院的話 未來是不是有一些系所會進來或什麼 這個其實都有可能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實體的學院 好,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整合出來的 但是有一些系現在正在申請 然後學院 剛剛提到智慧學院也在申請 雖然沒有被列進來 那我們如果申請通過的話 它就是自動列入了 所以目前因為時間走了關係 所以比如說我們這個是跟各個學校報告 或在學校的各個委員會報告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這個版本 可是有一些正在進行的 沒有列入 如果通過的話 我們就會自然自動的將它加入 那目前大概是這樣的規劃 接下來的情況 接下來的情況 那一位行政這個部分呢 是交由兩校的主義來做協調 那一下子由我來報告 那當然各校之後 其實兩校的單位 其實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裡面的一些比較小的 例如組別啊 要怎麼去做思考啊 或是更名或是微調這樣子 那在教務處的部分呢 那還是跟現在的這個回夥是一樣的 然後客戶組 註冊組 註冊組 招生組 中和業務組 在學生事務處這邊 收穫輔導組 好 學生指導中心 這個沒有問題 那 為了 未來 兩個學校 不是兩個學校 就是未來的池大 我們有三個校區 那三個校區呢 我們這個學生的這個住宿啊 人數很多 然後又參考了其他的大學 他們有這個宿舍服務組 所以我們就為了 這樣子 為了讓可以更管理 方便的管理 有效的管理 服務住宿的同學 所以我們成立了宿舍服務組 那 知識就業輔導組 課外活動組 那 在編制上面呢 我們來參考了科大這邊 怎樣有一個 援助 援助 援助民主學生支援中心 也納進來 衛生保健組 那這本來就有 這樣 總務處 也 在編制上 組別 也沒有改變 保管組 銀杉組 宿 宿戶組 嘿嘿嘿 打錯字 宿戶啦 宿戶組 出納組 採購組 還有文書組 那 欸 不是 好像 合校之後是叫事務組 那 研究發展處這邊呢 去去去去 研究發展處這邊呢 還是一樣跟現在的我們的這個 組別 內容 一樣齁 就是學術研究組 產學專利組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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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組 匯眾 及共同儀器中心 還有創新育成中心 還有 國際 及兩岸事務處 交流組 教育組 還有中匯業務組 教師發展劑 教師發展劑 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專業組 臨床醫學教育組 數位教學組 執行劑管理組 服務學習組 行政管理組 我現在已經在執行計畫中 都要去管考 有點害怕 啊 這邊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有一些組別 例如說 欸 好像有很多處都會有 綜合業務組 想說是要換名字 這個也是 最後討論到後來 還是覺得 欸 就 就是綜合業務組 各同 不同處裡頭 也可以有綜合業務 就是綜合業務組 我們本來是想說 是換一個不同的名稱啊 喔 所以在進行 合校討論的時候 一般覺得 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欸 這樣有人提出來 大家就想很久 想破頭這樣子 欸 好 那 那在祕書室這邊 呃 有祕書組 公關組 那我們增加了一個 集合組 因為未來 喔 內控 喔 內基這些 他必須要 呃 有大量的人力來 投入 也可以了解 真的了解學校 學校 各大會做見解 那才能夠更迎合 未來發展的趨勢與方向 那 那 會計是 會計組 增加了稅計組 那 人事事 任免考訓組 跟退伏保險組 人文處 職業活動組 教育人文組 那 天山中心 教育資源組 資訊網路組 系統開發組 那 圖書館 我們參考兩下的圖書館 那 館長能提供意見 那兩下的圖書館 交流非常的密切 這館長馬上就 提一些意見 那這個 到最後是 在執行檔的代理之下 很多組別 我們就是 一這樣子 那其實內容是很 大和小異 因為有些是 參考了其他大學的 有些是被我們學校 本身有了課職 我們還是保留下來 那 圖書館是 讀者服務組 參考資訊組 技術服務組 跟職業務組 那 校務研究中心 我們有校務研究組 還有資料庫組 那當然這邊我們有一個 要再思考 我們有一個 原本有社會教育 推廣中心 在實際大學 那 科大他也有類似的 但是因為科大他那邊呢 有夜間部 所以他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很健全 龐大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是 一個 兩個學校的規模 重新去思考 我們就有一個 進修推廣處 就把中心 提升為處 因為科大的他們的 社交中心他們其實 講到 嚇到 他們其實就是 有一個 更大的 一個體制障礙 所以 就是 把他 社會 那個處 叫做 進修推廣處 那下面呢 我們這邊有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 那 原本 科大那邊 他有一些業界部分 就是叫做 進修教育處 這樣 那模擬醫學中心 還是一樣 有行政研發組 模擬醫學組 跟遺體簽證組 那 環漢中心 就是環漢中心 因為他沒有設處別 那 實驗動物中心 繁殖組 帶糧組 跟 獸醫組 那 在這邊呢 就是跟各位同仁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討論這些行政單位的過程當中 當然 我相信同仁們會比較擔心說 那原有編制怎麼樣 那我們也把這個問題反映給我們的執行長 那執行長是一位非常人厚的長者 所以我們維持目前的現況 所以在計畫書裡面 我們就是兩校的行政人員 我們取其總和 編制在單位內部 那從執行長說 就像剛剛我們副校長說的 執行長就是 總之兩校要合併是一件大事 也是一件喜事 人心安定 才能向前邁進 我們彼此的這個精神 就 這麼樣子去做討論 那計畫書目前 在今天的會議結束之後 我們會在 池大的首頁 開一個專區 那這邊呢 裡頭我們今天的簡報 還有核孝的計畫書 現階段的核孝計畫書 還有一些過程當中的一些會議 相關的訊息都會在裡頭 當然 有些Q&A 你也可以在線上提問 那我們會在專區裡面呈現出來 大家也不用擔心 例如說今天開完會 我最後沒有訊息 有的 有的因為核孝是一件大事 是一件喜事 好 那接下來呢 的分析展望 我們請副校長來為我們介紹 一個說明 好 那這個是最後的部分 就是說 大概所有的合併 大概都需要去考慮到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劣勢 那我們到底合併之後 要做什麼 那 目前其實兩個學校的現況 其實 因為創辦人跟董事會 其實都是 同樣的 因為我們都是 在上榮的領導之下 我們大概都是可以 做 比如說辦選理念明確 然後也是非常充分的支持 我們的學校 那我們現在目前 雖然我們是教育職業體 可是我們瓷季四大職業 其實都有互相的連結 所以我們 可以連結瓷季的其他職業體 與全球自貿資源 有利學校特色發展 那 兩個學校其實辦學都辦得很好 所以 就是 包括 因為我們有 兩個學校都有一些 很多證照相關的科學 也都 學生考照率也都很高 我們也有 模擬手術 解剖 醫學人文的教育 這個是 海內外都肯定的 學生就學支持系統完善 每年學生 講諸學軍的支出佔比高 優質的人文薰陶 品格涵養 文件因素等等 我們也有很好的 教育的成果 包括我們因為 跟慈激醫學中心的發展結合 對於培養 這個醫護人才 還有提升整個東部的醫學環境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還有一些 實際 我們自己學校還有實際 相關的一些弱勢的獎學金 或是獎學金的這個補助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現在已經都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做了這麼多事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就是 我們其實學校 現在兩個學校大概都是三千多個人左右 其實在一個大學來講三千人 現在台灣在台灣的大學裡面三千人 學校應該很少 應該很少 因為基本上在一個學校大概要 要一定的人數 一定的人數 你知道辦法去經營這個學校 那所以我們目前大概遇到的最大的問題 當然就是我們的學生的總數規模 不是很大 所以其實沒有一個足夠規模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很難發展很好 那而且我們仰賴慈基基金會的這個支持的比例太高了 那我們當然有一些地區上面的限制 所以有一些敘所招生的話 它當然相對來講 會比較沒有那麼有優勢的情況 那規模小的話 包括研究團隊 研究能量其實都不是那麼大 還有公私立學校退補制度 差異跟國立大學 我要講優秀師姬其實優秀的師姬要留任 跟招聘不太容易 其實我們要招聘一位老師 其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容易 因為西部的學校要招聘老師其實比較快 可是東部學校要來這邊都要考慮一些 而且考慮那一下時間都還蠻長的 就是所以我們不是那麼容易 那兩校合併到底有什麼樣的歷經 當然就是上的領導下面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四大職業去做結合 那兩校合併以後其實 從剛剛的這樣的一個學院跟科系 其實有一些互補的科系 其實或者是原來四大有科大沒有 或原來四大沒有科大有的科系 我們可以互相把它變成建構一個比較完整的 中和型的大學 那面對高齡化社會包括我們未來 長照、生技、醫療、還有醫護能力的培育等等 那這些部分因為整合了兩校的資源 我們應該可以發展得更好 那合併後師資跟課程共享 可以提供學生多元的選課內容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多元學習是相當重要的 那我們兩邊的師資其實師資群都很好 科大的老師的師資也真的很好 那未來的話我們的課程會有更多元的這個開設 那我們未來可以有一些跨領域跟通識的學習 相似或同屬性的系所教士人數增加 就可以拓展研究領域跟提升研究的量能 這個也是很重要 如果說我們一個系只有 我們現在的一個系所 尤其是系所大概都幾 大部分都低於10位的老師以下 如果大的系當然比較多 可是這個在系所發展來講的話 其實是有它的限制 那未來新社國雅天工學會整合兩校 還有慈大附中的資源、教學資源 那我們整個整體可以來協助我們基金會 進行職場的援助跟難民教育 推廣中資生教育跟數位化的國際教育 就是說未來的柏雅天工學院 它兼顧著數位學習的一個重任 那還有軟硬體的資源供效 可以減少重複構 經費運用更加硬 那當然大家看到好的都不能 也不能夠不看不好的 那這些不好的面臨的挑戰 確實是我們現在 接下來要面對的 應該是如果是接下來的診病 或是新校長也要面對的 那這個部分兩校現有 校務資訊系統不同 需要重新架構整合 而且包括我們行政同仁 或是很多教學相關的 或是很多的系統上面 必須再去磨合 那另外一個大家很關心的 這兩校規章制度辦法存在差異 包括教師生等考核評鑑基準不同 需要重新整 那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大學老師對第二點的話 其實都比較衝擊沒那麼大 但是我科大的老師衝擊大一點點 所以他們其實對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想法 那合併到學校學院同時存有高教跟技職學制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同一個學院裡面 他的入學管道不一樣 那學生的這個學習的狀況 可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說他的均質性可能沒有 就沒有那麼的高 那這個是未來都需要去我們去克服的 包括怎麼樣去整合教學的資源 然後發揮他教學的效能 達到教育的目標 那何必要預期 教育部的獎補助款 跟競爭型的獎助金會減少 這個衝擊算蠻大的 就是他 因為本來兩個學校有各自的補助 那你合併成一個學校以後 他雖然教育部說前三年應該是還是維持 可是前三年維持 但是之後第四年就是說 他就說你是實際大學人 所以他的錢就怎麼樣 就剩下一間學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之後要怎麼樣去面對這個衝擊 這個是大家要去思考 好 那我們現在是東部唯一的醫護大學了 教育部目前 因為很多醫護大學的科系都是管制類的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能夠突破這個困境 爭取 包括我們學校目前在醫學院的缺 醫學院拼圖裡面的缺 缺的兩塊 一個就是藥學 一個是牙醫 那我們今年就是要提出申請 其實我們不管怎麼樣就是 我在想說我們每年都給他申請 然後這是讓他們我們可不可以感動他們 那我們就要努力啊 展現我們的誠意 那院長們也辛苦 一些院長也辛苦了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建構 東部整個醫學教育的環境 然後讓指揮大學成為東部醫療 跟醫學教育的重鎮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今天的那個大部分 我們最主要的報告到這邊 那其實接下來還是希望有一些問題 讓我們的老師跟同仁提問 因為我們剛剛只是很顯要的報告 可能有一些不是很詳盡的地方 那我不曉得那個我們的老師跟同仁 有沒有要提出問題 好 請問你之後這個學院的空間規劃 大概有什麼問題 很好 剛剛我就在跟那個主密講說 我一定會被問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是我們目前遇到 比較棘手的問題 那你也問到了重點 那目前我們大概 我們剛剛講的是三個校區 等於是我們有中央校區 目前的規劃的話 說真的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的去決定任何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大家其實還蠻關心 比如說護理系好了 我們講護理系它到底 對比如說護理學院到底要設在哪裡 那護理系 如果我們校本 我們本來在中央校區的護理系 是不是要搬遷到那個 那個比如說 我們如果未來護理學院的基地 主要是在科大的話 那是不是護理系要會 這個都還沒有觸及 但是 那個時候有提到這樣的問題 但是還是可以再討論 目前並沒有說一定要強制哪一個系 或哪一個學院過去 但是就整體規劃的話 就是說以目前的主要大的基地為主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規劃的方向 我們不太可能就是同一個系 然後切成不同的部分 那像也有提到 比如說我們未來人文社會跟教育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之前比如說人文社會 現在教育傳播學院的相關的科系要搬 假如要搬到人文學院去的話 應該就是未來 我想這是可能的 就是為了整體的考量的話 應該會是可以 如果老師或是系所他們願意搬遷 其實都 我想這個都是可能的 而且應該是要去做整體的規劃 那說目前的話我們並沒有明確說 哪一個系一定要怎樣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那個組織架構 那其實在護理學院的部分 我們在護理學系的部分 我們是要成立幾個特色教學中心 那因為要爆部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 在這個時候提出我們的特色教學中心 這樣的話爆部會比較完整 因為看起來只有護理學院沒有什麼特色的教學中心 事實上我們是有規劃 是因為我們沒有機會表達 那是啊 不是嗎 主問沒有機會 哪有 其實所有有空門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說因為要爆部 那如果可以爆部之前 讓我們有機會成立幾個特色教學中心 因為一定護理學院在未來整個大學裡面 它幾乎佔一半以上的學生人數 將近一半的學生人數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院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有機會 在組織架構上面增加幾個特色的教學研究的中心 那就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今天辦這個會 其實就是有點像說明會公平會 那校長也是希望能夠聽各方面的意見 那我們這個計畫書還沒有送出去之前 還是可以再修正 只是說我們提上來以後 我們就是會到合併委員會去討論 那討論如果大家委員沒有意見的話 我想這個大概是就是可以放進去 好 那你把它很明確 你要成立成這樣的狀況 是很明確 我們等一下接著這個會之後 我們就會開西吾會 然後訂了之後 我們會承給你 對 就是給我們這個組織這邊 承給組織啊 跟是 直接傳上會 傳給你嘛 還可以啊 好好好 那也跟護理學院在護理系這邊說抱歉 因為護理學院當初不是我去協調的 因為你曉得護理學院主體都在科單那邊 那時候我們在協調時候沒有協調到這麼細節 包括剛剛賴老師提到 包括空間怎麼安排 我心裡面都知道這些問題 但是因為目前確實是沒有去觸及 因為說到空間那時候 剛剛王執行長有提到說這個部分是不是 容後面可以再討論 因為 因為下子太多問題出來時候 我們就可能很難往前走 那這個部分都是有討論的空間的 所以沒有任何的定案說什麼 那剛剛這個主任提到 那個沒有問題你就把那個中心 但是我們就是會提到委員會 那委員會的決議為主喔 我沒有辦法保證什麼事情 我知道啦 只是因為我們相對於醫學院其他 變動比較大 對 沒錯 我們很可能會被嫁出去嘛 那可是國家好不好 沒有關係很大 我們如果可以 下子水已經沒有了 來 價倉船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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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那個 那個 沒有 我們就去船價倉 好啦 這個我想我們應該是沒有問題 把它列進來 我們就是在委會 來 我們還有沒有 老師 同仁也可以問問題 謝謝校長和主任 辛苦了 因為其實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那 這個合併的過程當中 真的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們目前在整個的 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看到的名字是這樣的更名 但是我們之前都收到說 如果我們自己需要更名的話 我們要自己提出來 跟教育部申請提出 就像兒嘉系本來有想要改成 兒童與家庭教育學系 但是好像說 就是要自己再提出來 所以我現在對於實程上面 究竟是這邊就已經定案了 或者是我們同步要跟教育部提出申請 那與此相同部分是 教員所曾經也提出要更名的 這種可能性 那我們都在做這個process過程當中 就希望能夠理解到說 目前這兩年後 所以是送到教育本名稱 就是這樣定案呢 還是說我們現在必須要同步的走 要更名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目前盤點 只會我發現到 學生實際廣播電台不見了 所以想要詢問一下就是 有關於這個單位 面目其他自在 本來是在教傳約下面的 一個二級單位 那這個單位 接在不見的情況之下 是未來有整病呢 或者是我們應該在哪個區塊當中 讓它可以呈現出來這樣子 感恩 沒有列不代表它不見了 就是原來的在都在 因為只是 只是因為有些是二級單位 所以它在列上面的話 我們就是當初在整個組織上面 沒有特別去強調它 但是基本上我們 我剛剛也開中民意的基調就是 只會自己說不要的話 目前我們都是會沿用下來 那 歸屬學院 歸屬學院 因為目前 應該是 未來應該可以在國際傳播學院 因為它還是屬於廣播相關的 那我們整體的考量 那個學院其實是應該 如果願意的話 應該是可以到那邊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 不會不見 不會不見 然後剛剛院長提到說 比如說更民 我都是建議就一起 就是 就是你們現在就開始做吧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過 如果教育部同意的話 都自然而然就會浮現在 我們的組織圖裡面 所以 所以 你如果說有各個系所 他現在要更民 那就跟著這個時程一起走 都沒有關係 那到時候如果有通過我們 新的 新的合併以後的學校裡面的組織圖 你們就有這樣的新的完成的系所的名稱 那如果沒有送的時候呢 就還是用原有現有名稱 對對對 就是現有名稱 那之後還是可以再來依照我們的 就是一般的學校的這種申請去更民這樣子 我想這個部分 目前教育部他 就是還是按照規定來 他認為這合併學校是一回事嘛 然後你現在的系所的調整 那個是一回事 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案子 都是平行在走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他沒有通過的話可能就沒有 那通過的話我們就可以列入 那這是看時程怎麼做 所以這一點我們其實也有一點困擾 可是我都是建議系所 我們就 如果你現在想要做就做啊 可以嗎 你現在沒有做也不用擔心啊 那以後合併還是可以做 不是不能 完全不能做 好 我不曉得還有沒有 同學有問題嗎 或者是還有沒有對於 對 運動健康 對 運動健康未來 因為現在是在教傳院下面 那我昨天不然間有想到這件事情 那就是未來要遵照 如果 因為他是今年申請 所以他就算通過他還是會先掛在教傳院下面 那未來就讓這個戲決定要去哪一個新的學院去 這個大概沒有 就算要到柏雅天空學院也可以 我昨天就是突然間想到 可是感覺上好像也不見得 他也可以去創新科技學院 因為他有掛健康科技對不對 對不對 我記得有掛健康科技 好 請問還有沒有問題 其實問題都可以 我或者是有什麼樣建議的 因為其實兩校合併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還蠻長的 我看得太多智慧了 然後有時候協調我們很高興 但是有人不高興啊 就是會這樣 才要一起去協調 所以協調到最後是大家 希望不要大家都不高興 但是至少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目前的 我們大家協調出來的就是狀況很適合 當然還有很多細節是真的整病以後 才會開始 就像現在陽嶺跟焦大 陽嶺焦大整病以後 問題才會慢慢的開始 因為你要整病以後 實際上才有磨合的過程 不然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會知道問題在哪裡 不曉得到現在有沒有問題 不曉得到現在有沒有問題 可以 我都沒問題 請教一下 在這個組織目前上面 沒有看到這個SDG總中心 不曉得是會放在哪這個部分嗎 因為SDG總中心 因為SDG總中心目前它不是 不是 就是說它不能講虛擬 我們是功能性的單位 所以我們沒有列入 因為教育部它也不 它基本上它不會去干涉 我們有這樣的中心 這些中心都在的 都在的 我們現在秀出來的是說 以後我們正式的所謂的 我們小時候的組織圖裡面會畫的 那很多功能性的中心 它其實現在不用放出來也沒有關係 像剛剛那個護理系主任就是說 它其實有些功能性的中心 它就算你沒有報復 也不代表說你不能成立 因為那個是學校可以成立的 所以沒有問題的 這樣瞭解 你們有差別是在說 它有中心會有空間跟經費的 可是我現在看到大部分的中心 有些它還是屬於功能性的中心 它不見得是未來 是不是真的像有編制的中心 可以先提出來 是 有利於我們專業的方案 是 想問一下 在各個學院的那些中心 是 有些照顧學生的嗎 相學性的 還是 現在目前只有私培中心 比較是社交中心 社交中心當然就是有學員 目前看到的大部分都是 研究中心或公文性的 是 我是說在各學院裡面 各學院 各學院 例如說管理學院的長照經營管理中心 對 那個他們 當初這個是科大他們提出來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 現在他們好像就有這個中心 但是他不是收學生的 他應該是有點像是一個服務型的單位 沒有 跟那個護理學院的長照研究所 長期造成 那不一樣 研究所就是要想要想要 他就是 他就是經營管理院的那種 對啊 所以他經營管理中心 對我們來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招聖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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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中心不會招聖堂會 我們現在就是 哪些中心可以招聖 現在目前只有私培中心 還有社交中心 他們可能有招聖堂會 對華語中心也有 他裡面有學生的 對行政組織圖跟學院組織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非常感恩我們執長同仁提的相關意見 基本上我們合校的計畫是在明年的5月報復 這段期間裡頭我們也歡迎大家有很好的意見可以提供給我們 畢竟我們大家一起思考 腳步一致才能夠追求極致 今天的歡迎我們原本立即到4點半 校長有些話下午我們都跟大家轉台 因為校長今天去參加人文董事會 所以現在在高雄隨便隨時 他只是說呢 未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的所有的教職同仁 大概是這樣 我們教職同仁 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是我們最好發揮自己的良人的時候 因為在這個風景當中都看不出我們的潛力 唯有在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發揮我們的良能 才能夠 就是說我們年老的時候 再想想我們年輕的時候 哇 幫四季大學 就在台灣東部打 打拼了一個世界型的大大學 那是讓我們很驕傲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 咱們都覺得說 當校長好像 當校長好像很辛苦 他們的事情要做就是好像很困啊 但是他常常哪一件事情 來明替他自己 就是商人 在推展慈激的時候 一個 一個 一個出家中在華連 一個人 然後華連慢慢的 55年後 變成一個 慈善腳步騙足 126個國家 四大職業向前邁進 這麼一個龐大的 日不落的慈善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慈激大學 全面對這樣的問題 商人都是想到 商人都是想到 商人的精神 所以 就沒有什麼難的 就是 要不要做 方向正確 做就對了 好 這是 以上 校長 跟大家的勉力 那今天的 回校會議的第一場 是 我們到這邊 也流暖結束 那 一樣就是在 今天下班的時候 或是每天早上 我們會在首頁有一個專區 相關的訊息就會在上面 那各位有任何問題 歡迎提出來 那我們會分 就是會幫大家做 做檢查 以上 非常感恩 各位同仁今天 都議面問我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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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